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称念地藏圣号 身心畅士 气力强盛 随所在处 凡是说随所在处 是指地藏菩萨所说的 地藏菩萨在哪 哪个地方的友情 就可以免受苦难 他有什么苦难呢 身心疲倦 内心疲倦 身体疲倦 过分的劳累 他打几个工 还要念书 我在美国是看到过的 有人打两份工 还要去念书 晚上上课 白天去打工 有些人很幸福 家庭生活富足 可以供他念书 有些人很苦 连自己到美国的费用 也是自己挣的钱 打工养活自己 甚至几个人住一间房子 我们在纽约 听说有几个人租一张床铺 三个人 你八个小时 我八个小时 他八个小时 这八个小时我去上班 你睡觉 下八个小时 轮到他上班去了 就这样 三人住一张床铺 这是事实 不是说笑话 有的人房子是很大很空 为什么呢 那是他的福报 那是他的业障 要是说很不平等 其实非常平等 我们听到这种事情 觉得很平等呀 夜呀 自己作业自己寿 脱是脱不了的 他如果致诚恳切 念地藏菩萨 也许就会改变了 人在苦难当中 置心容易升起 一旦得到了 置心就跑了 又变了 求身体好一点 身体真的好一点了 就忘了菩萨 又去放异了 这种事 每个人身上都存在 我也存在 当我在监狱里头 想佛想三宝 一出了监狱 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并不是念念都在想 监狱的苦 很逼迫 也没有别的事 脑子就集中这样想 一出来事情就多了 快乐的是很多 就把佛的事给忘了 就不会那么样置心去念 这是必然的 除非修订成功 得到不退位 否则 一切众生都一样 或者没有气力了 求菩萨增加一点气力 我很感激菩萨 从监狱到现在 我这一生没有害过什么病 今年81岁 快82岁了 感觉还是很有气力 你们听我说话 还有气力 菩萨要怎么加持你 不害病就够了 所以为什么每一位道友 都应当报佛恩 报菩萨恩 因为他的加持很多 自己在福中还不知福 今天我看见电视上说 龙卷风清洗美国四个州 总共损失了28亿元美金 28亿元美金不是小数 龙卷风那么一过 就没有地方住了 昨天还很幸福 风一过今天就不幸福了 想等救济 去等吧 你受了苦难等救济 那是很困难的 世界上的这些现象 大家虽然都看到了 但是都有一种侥幸心理 还没有轮到我 可能不会遇到 三宝弟子 要随时把一切的功德 推给三宝 这是三宝加持我们 还有这个气力 要至心称念地藏菩萨名号 身心畅士 气力就强盛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